躲在鸡血下的老鼠就这样潇洒地暴毙了 而猎手正是有着临终杀手之称的乌林骁 这是一种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大型猛禽 一张巨大的脸盘特别好辨认 正所谓长得越怪判得越快 这货可是我国二级保护废物 乌林骁的体长可达80厘米以上 一盏超过1.5米 成年后基本上没有天敌 就算是面对金雕也敢上前胖揍一顿 他的叫声特别恐怖 只能把胆子小的人给吓死 乌林骁身上有两项牛批的技能 第一个便是他那超强的听觉能力 即使用顺风耳来行动他也毫不为过 首先乌林骁的听觉神经非常发达 大约含有10万个听觉神经细胞 这是鸽子的10倍 其次他对声音的感受值在20赫兹 至2万赫兹之间 这是我们人类的几十倍 第三乌林骁的两只耳朵是不对称的 左耳的位置比右耳低 在听到声音时 他们会转动脖子 使声波传到左右耳的时间产生差异 当这数值达到30微秒以上 就可以准确分辨声源方位 最后如雷达罩一样的独特面部 使其能更好的接收音波 以上这些让乌林骁的听觉能力 在所有动物中都是能排上号的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厚厚冰雪下的老鼠 发出一点微弱的声响 也逃不过乌林骁的追捕 第二个牛P的技能 便是他那静音飞行能力 即使是在万籁俱进的夜晚 乌林骁高速飞行士的噪声 也难以被其猎物察觉 而这主要得益于 他复杂的羽毛结构和翅膀形态 首先 他们的翅膀边缘呈锯齿形 这种结构 有助于减少空气流动产生的噪音 其次 乌林骁的羽毛非常柔软 而且还覆盖着密集的羽绒 这能极大的 把飞行产生的声波频率降到最低 从而让猎物感知不到 所以 在捕猎时 它就能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猎物身边 为此 科学家们 还模仿乌林骁的羽毛构造 生产出了一种特殊的涂层 用来覆盖在发定机的叶片上 从而极大的降低了 叶片转动式产生的噪音 与其他猛情不同的是 乌林骁眼睛长在正前方 这使得他们更善于观察 前方的猎物 而且 他们的颈部可以旋转270度左右 不用旋转身体 就能观察周围环境 虽然乌林骁的速度 没有有损这么变态 但是他的捕猎成功率 却能达到70%以上 此外 乌林骁的夜视能力极强 只要到了晚上 那么就是他的主场 就算是猛情一哥金雕 拿他也没有办法 和其他的猫头鹰一样 乌林骁也特别记仇 当天结下的梁子 一般不会放到隔夜去解决 比如 这哥们大白天不小心被油损 给薅下了一堆毛 还让对方给跑了 哪知道了晚上 他直接找上门 直接把油损一家老小给消灭了 但是就是这么厉害的猛情 却不喜欢自己诛巢 而是抢占 或者寻找其他大型鸟类废弃的巢穴 老实 它们也会跑到树洞里休息 总之就是 哪里能住 救助哪里 乌林骁是一夫一妻制的鸟类 也是非常敬业的父母 此行乌林骁在产暖以后 便会一直留在窝里 承担孵化和照顾雏鸟的任务 而雄庆则负责寻找食物 以及宝贝家庭成员的安全 大概40天后 乌林骁宝宝便会离开父母 独自生活 一只头骨一套房 在2007年纽约加士德拍卖会上 拇指大小的窥犀鸟头骨雕花 竟然拍出了65万美金的高价 为何窥犀鸟的头骨如此昂贵 其实 在古玩界素有一红 二黑三白的说法 其中白象牙最美 黑膝脚最贵 而最神秘的就属窥犀鸟头骨的这一红 它细腻如玉的质地 以及玛瑙般的色泽 从古至今备受文玩家的追捧 而贵笔黄金的价格 让无数窥犀鸟成为了盗猎者的枪下亡魂 也让这种精灵走到了快要灭绝的边缘 窥犀鸟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中 体长120厘米左右 体重可达3.1千克 在熊鸟的头顶上有一块坚硬的角质凸起 其内部是实心的 就像头盔一样 因此得名窥犀鸟 它们对待感情特别专一 一旦雌雄相互认定 便会相伴一生 如有一只死去 另一只绝不会苟且偷生或另寻配偶 而是在忧伤中绝食而亡 所以 窥犀鸟也被誉为中情鸟 它们的寿命也很长 能达到50岁 窥犀鸟在繁衍后代上与众不同 每到繁殖季节 它们就会把巢住于悬崖绝壁上 或者高高的树洞内 这时雄鸟会找来泥土 苔藓等材料 而雌鸟就会从胃里吐出大量的粘液 掺进泥土中 弄成非常粘稠的水泥 然后把树洞慢慢封起来 紧留下一个供自己进食 和排出污秽物小孔 接着 雌鸟还会退下自己的飞行羽毛 并产下一道两枚卵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雌性窥犀鸟的整个封禁过程 长达半年 直到幼崽完全成熟 熊鸟才会帮助雌性破开封印 在此期间 一家子的食物都由雄鸟来承担 它会将食物和水 通过预留的小孔 投喂给雌鸟和雏鸟 如果雄鸟不幸被人类猎杀 那么被困在洞穴中的雌鸟 和幼鸟的最终命运 只能是死亡 因为单凭雌性窥犀鸟的能力 很难破开封住它的泥土 即使是破开了 单凭雌鸟 也无法将幼崽抚养长大 所以万恶的偷猎者如果捕杀一只雄性窥犀鸟 就等于杀死它的全家 而更加残忍的还在后面 为了保证头骨的质地和完整性 偷猎者会在窥犀鸟清醒的时候 用工具将整个头部取下来 以方便它们携带 藏秘 这些血淋淋的头骨会很快流入黑市 价格甚至比象牙高出五倍 最终会被制作成精美的工艺品 供给少数人类的玩乐 费讽刺的是 刻上了大慈大悲菩萨的窥犀鸟头骨 还成为了这些人的最爱 正是它们的攀斓 让窥犀鸟处在了灭绝的边缘 在2013年 仅在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地区 就有超过6000只窥犀鸟被杀害 再加上森林的砍伐 短短的三年时间 就导致它们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红色名录中的禁威 变成了极度宾威 如今 窥犀鸟仅在其分布范围内的 几个小区域中生存 此外 窥犀鸟的圈养繁殖成功率极低 因为窥犀鸟有非常特殊的铸巢要求 在圈养条件下很难满足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没有了需求 自然就没有了市场 恳请人类中的极少部分精英 放过这些精灵吧 或许窥犀鸟如今苦苦挣扎的状态 也会成为人类的未来 接着奏乐 接着舞 180公里 连续飞行五个小时 不煽动一次翅膀 眼前的秃秃 就是鸟中大哥大 安迪斯神旧 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猛禽 被尊为安迪斯山脉上空的守护神 也是南美洲多个国家的国鸟 但是 其长相又太过潦草 一个大秃头 光滑的脖子上 还围着一条白色的毛巾 雄鸟头顶还有一个大肉锤 看起来十分怪异 安迪斯神旧 也是猛禽中的巨无霸 其体长在1米3左右 体重能长到30斤 双翼张开 达到恐怖的3.5米 记载中体型最大的翼展 达到5米长 简直就像是一架小型飞机 就算雷阵子来了 也要叫他一声大哥 牛逼 而安迪斯神就最牛批的 要数他的飞行能力 升空后 燕会立马化身 乘风破浪的突突 不需要煽动翅膀 悠哉悠哉中 就能持续飞行5个小时 横程高达180公里 百公里能耗 只需要一条毛毛虫就够了 哦 由于飞得太高 在厄瓜多尔 还发生过撞碎飞机挡风玻璃的事件 好在两个飞行员素质过硬 冷静处置了这起空难 最后他俩还打开相机 记录下这惊心动魄的时刻 为了了解 安迪斯神就飞行的奥秘 来自英国斯旺西大学的 一个科研团队 对其展开了 长达5年的追踪研究 他们 发现了 安迪斯神就的一些 有趣特征 比如此前的研究表明 鸟类体型变大 煽动翅膀所消耗的能量 就会成倍增加 为节约体力 他们通常善于依靠 不断上升的气流 来长距离飞行 而安迪斯神就 则把这个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他就是鸟界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比如 成年后 安迪斯神应每天平均 要飞行三个小时 但其中只有1%的时间 会排动翅膀 而且75%是用在了起飞阶段 其余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 悠哉悠哉的滑翔中 让科研团队震惊的是 其中一只安迪斯神就 甚至一次翅膀都没凸 就飞行了5个多小时 里程达到了180公里 这一度让团队成员误认为 这只突突 是不是因为疲劳驾驶 在天上睡着 毫不夸张地讲 这就是一架鸟肉滑翔机 但是 安迪斯神就也并非完美 由于超重的身体 他无法向有损 这类猛禽一样 做到弹射起飞 一般需要跑上好几步 借助冲力才能飞起来 因此他的机动性能 相对其他的猛禽 要差上许多 安迪斯突救的武器装备 也比金雕 油笋等猛禽 差了好几个档次 爪子长得又直又顿 一点也不逢利 看起来与鸡爪差不多 只能用于行走 没有强大的武器 所以他们一般吃腐肉为生 此外 安迪斯神就还有一个令人恶心的习惯 那就是喜欢把便便排到自己的脚上 因此他们的爪子上总会有一层白色的尿酸 安迪斯神就虽然贵为神鸟 但却经常招受虐胆 在秘鲁的斗牛节中 当地村民会把他抓起来 然后绑在牛背上 以此来激发公牛的斗性 有的地方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仪式 把活生生的安迪斯神就挂起来 路人可以随意殴打 直到打死为止 在这里 小编只能感叹一句 真是一只可怜的秃秃